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照片显示 在南海海域附近 我国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真的和美国海军舰艇遭遇 这一切的背后又意味着什么呢?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就在不久前 美国海军突然发布了一张照片 显示我国的辽宁号航母 就在距离一艘美国军舰不远的地方 并排而行 双方的距离进到美国战舰上的水兵 都能清晰地看到辽宁舰上的 歼15舰载机 从照片中 两位美国海军军官帽子后面的编号来看 这是一艘美国海军的伯克级驱逐舰 弦号DDJ-89 舰名为马斯汀号 实际上 这一艘美军驱逐舰 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 这艘军舰还从我国的长江口附近 海域穿行而过 在更早的时候 也多次闯入了我国的南海海域 以及通过台湾海峡 算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 主力作战舰艇了 根据美国海军的描述 这一张照片 是在清明节左右拍摄的 要知道 就在前一天 这艘驱逐舰 才刚经过我国的长江口附近海域 第二天 就拍到了我国的辽宁舰 在虎哥看来 这搞不好就是为了监视 辽宁号航母战斗群而去的 这种反应速度 的确是有着世界第一海军的水平 此前根据我国官方通报的消息 我国的辽宁号航母战斗群 是在台湾附近海域进行训练 而这一次 美国海军驱逐舰 遇到了我国的辽宁舰航母 也的确是验证了这一消息 此次美军驱逐舰 正是在巴士海峡 也就是台湾西南部的海域 遇到的辽宁舰 巴士海峡 不管是对于我国海军 还是美国海军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海域 这一海域实际上 就是美国海军 为了封锁中国海军 设立的第一岛链 以及第二岛链之间的区域 并且也是我国海军 走向远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 在我国海军实力 还非常弱小的时候 我们几乎是很少会 潜出到这一区域的 要是哪一次 我国海军通过了巴士海峡 进入西太平洋 那可都得大肆报道一番 不过对于现在的 中国海军来讲 前往巴士海峡 或者再往东 进入西太平洋训练 就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情了 就拿我国的辽宁舰航母来说 就经常从渤海出发 南下到这一海域进行训练 就像这一次一样 而这其实也意味着 美国海军为遏制中国海军 而建立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其实已经是形同虚设了 当然了 单纯以我国的两支航母战斗群来说 和美国海军航母编队相比 战斗力还是要差许多的 就拿航母性能的一个关键数据 也就是一个批次能够起飞的 舰载机数量来看 我国的辽宁号航母 或者是山东号航母 一个批次最多 也就能够放飞两个四级编队 也就是八架舰载机 去执行防空或者打击任务 而美国海军的尼米兹级航母 一个批次能出动的舰载机数量 是我们的两倍还要多 这差距就非常大了 因此万一两国海军起了冲突 我国目前的这两艘航母需要做的 其实并不是前去对美国舰队进行打击 而是靠着歼15的大航程 以及空优性能来保护己方的舰队 同时可以在海上侦查 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动向 与此同时 我国的两支航母战斗群 也能够牵制住美军航母 使其不能对我国的本土进行打击 当然了 让美军第一岛链与第二岛链失去作用的 也并不是我国的航母战斗群 而是我国打造的这一套区域巨制体系 包括地球轨道的侦察卫星 海上的渔船 以及轰炸机反潜机等 再加上我国著名的东风系列反舰弹道导弹 以及高超音速导弹 这些拥有末端机动能力的弹道导弹 能打的可不仅仅只有美国的水面舰艇 部署在第一第二岛链上的各个美军基地 也早就是这一系列东风导弹瞄准的目标了 当然在和平时期我们进行训练 还是免不了被美军部署在这一地区的海空军力量监视着 美军在第一第二岛链部署的 不光有一系列海空军基地 甚至在水下也有一套海底声纳阵列 专门收集我国水面以及水下舰艇的声音信号 不过这些设备在战时状态下 也是很容易就可以被清除的 美国海军这一次摆拍的照片 其实在虎哥看来就有些色力内染了 故意让出境的军官翘着二郎腿 表现得看似云淡风轻 其实现在的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地区 面对中国海军的发展 还不知道有多么的焦虑呢 好了 本期节目虎哥就先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